南部香蕉价格崩跌 农委会启动去化机制 而花莲寿风乡的胶农就指出 盛产期也会因此价格崩落 不过目前寿风地区的香蕉市场未受到冲击 不过收购价格也不尽理想 均价每公斤8块钱 仍然不到成本价的15块 寿风地区香蕉种植面积约有200公顷 香蕉农就表示目前的香蕉是盛产期 年初的产地价格曾经来到每公斤60元 但是在目前盛产期产地价格 却只落到每公斤只到8元 一公顷的种植面积只能够拿回30万元的成本 而这还不包含香蕉农的基本工资 所以10块是不符合吗 不符合连回收成本还不足 比如说你花50万点多回来40万这样而已 那其实一公斤应该要到多少才输 就是能够回复那个成本 如果说要以正常换算的话 大概要十七八块 才比较符合 对比较符合 就是还有一点工钱 利润比较好一点 还有一点工钱 成本回来还有一点点工钱 那个也很难去换乱 而且你香蕉要认真顾 要不然像我的话就没办法 那现在如果说一公斤十块呢 哦那不符合啦 那个只是回成本的三分之二看有没有办法 还不包含工钱 哦哦不包含啦 工钱你要怎么换算呢 现在的赛富有的三千四千 你要怎么换算 我们农民没有啦 有点一天三百五百也说有钱 再一颗 我来做一次给你们看 你就知道这个工有多少 这个通通都要一片一片这样摘掉 啊像这个就没有用了 我们接下来剪掉 那这样整理下要花多久时间 一颗包好的话 最少要三五分钟以上 香蕉的价格崩叠幅度相当大 一公顷的香蕉原种植约两千颗 香蕉农就指出 香蕉有分A级B级的品项 如果能够充分将B级的香蕉进行食品加工 就能够让香蕉在产值上的波动 不会有所巨大 还能够提升竞争力 也期盼相关农政单位 能够给予协助解决 长期以来香蕉盛产期 所遭遇到的崩架情况 记得临结收封箱采访的报道